欢迎收看轻松玩Mac,我是张苗 在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 我们有窗口的最大化最小化的概念 但是在苹果电脑中 是没有窗口最大化这个概念的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 它可以来帮助我们在苹果电脑下 完成窗口的最大化 在苹果电脑中 我们打开一个应用程序 窗口的左上角有三个按钮 按下红色的按钮 可以关闭当前窗口 但是关闭窗口并不是退出应用程序 按下黄色的按钮 可以将当前的窗口最小化 另外还有一个绿色的按钮 需要注意呢 这个绿色的按钮并不是把窗口最大化 而是自动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能够正好全部显示窗口中的内容 我们打开Safari浏览器 这里我们输入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按下这个绿色的按钮 我们现在看到浏览器的窗口 已经自动的调整到适合网页的大小 但是也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这就是iTunes 在iTunes中 如果我们按下这个绿色的按钮 当前的窗口就会变成一个迷你播放器的形状 我们再次按下这个绿色的按钮 它又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另外在有些程序的右上角 会有一个全屏的图标 点击之后呢 当前的程序就会变成一个全屏显示的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触控板 或者是鼠标 在不同的全屏程序和桌面直接进行切换 点击苹果图标 找到系统偏好设置 然后我们进入鼠标的设置 在更多手势里面 勾选这个选项 就可以使用两指 在全屏程序之间进行切换 就像这样 我们也可以在触控板的设置里面 找到更多手势 勾选这个选项 就可以利用四指的手势 通过触控板 在全屏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了 我们现在呢 将iTunes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里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应用程序 程序的名字呢 叫Sinch 安装完成之后 首次打开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进行一些设置 简单设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Sinch的图标 现在已经出现在屏幕右上角的状态栏了 在这里还可以通过按下Preference 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Sinch的使用方法 我们现在调出iTunes的窗口 然后我们用鼠标 按住窗口的标题栏标松开 我们把鼠标往上去拽 出现虚线框之后呢 松开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窗口的大小已经被调整到最大化的状态了 然后呢 我们往下去拖拽 它就会变成原来的大小 同样的办法呢 我们可以往左去拖拽 出现虚线之后松开 或者呢我们把它拖拽呢 然后往右去拖拽 出现虚线之后松开 窗口呢就会固定在右边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 来调整他们这些窗口的布局了 这就是Sinch的基本使用方法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开发Sinch的这个公司呢 除了这个程序之外 还开发了一个叫做SizeUp的程序 这个程序每次打开的时候呢 如果是未注册的免费版 会出现一个倒计时的提示 如果是付费版呢 就直接进入了 首次启动呢 它会出现很多的快捷键提示 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我们现在打开一个窗口 可以通过快捷键 Ctrl、Option、Command 配合上、下、左、右键头来调整窗口 或者是配合M和C呢 来获得全屏和G中的窗口效果 也可以点击图标 来直接调整窗口的大小 比如靠左 靠左上 或者呢是这种全屏 或者呢是G中的效果 类似的这些应用程序呢 在苹果的应用商店里还有很多 比如这里这个BetSnap Tool 还有Window Tidy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可以自己尽量尝试 Sinch 是一个共享软件 你可以免费的无限期的去使用它 只不过每次在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然后要等待几秒钟之后呢 才可以去继续使用 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不错呀 就可以直接去考虑购买 然后呢这样可以帮助软件的作者呢 把它更好的完善和升级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找到Sinch的下载链接 这里是轻松玩Mac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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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